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欧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是世界时事多合一 最近大家都听得何太说 最早叫他滚出琴 即是裙 他的广东话有点特色,滚出琴 今次这个美国组织亦被人叫他滚 除非他肯改 这个是什么组织呢? 大家知道美国有个牌子叫福特 世界知名品牌 其实他是有个基金会的 这个基金会被亲美总统 我们之前介绍过就是肯尼亚总统 努托 就说 喂,你们这个美国基金会 煽动暴动 你们要是走 不走的话,你一定要改 要改呀 最搞笑的,这位肯尼亚总统 其实他亦都是被西方认为 是可以抗衡中国的结果 还有,说这件事最战格的就是台媒 东森、刘宝杰那些 就说整场一带一路 关什么事 对呀,跟附业务的姐姐都说 没有关这个事 根本都没有说过一带一路 是加税呀,傻子 他们说 而且后来的西培说 不关一带一路事 是这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如果你要 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给你 你有很多东西要满足他的要求 其实民众就不希望 太辣了,民众就很生气,觉得不公平 上个月 肯尼亚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 反对政府出台的新财政政策 就是加税 但是这场暴动很快 就导致几十人离世 肯尼亚总统务托 就指责美国这个组织 就是美国福特基金会 他就煽动那些人出来搞事 他就说美国福特基金会 你告诉我不改革,就立即走 滚了 干脆离开 肯尼亚国内的抗议和冲突仍然继续 福特基金会就出了声明 官方声明刚刚出了 他说不关他的事 但是这位老托 有没有问过拜登 你这么直接批评 这个福特基金会 但变相说美国的组织是干涉内政 不是变相,现在是直接说 原来他说完这番话,昨天又有大规模示威 要求鲁托下台,并且与肯尼亚警方发生冲击 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也说至今最少50多人在活动中离世 也有59人失踪,究竟去哪个我不知道 鲁托认为福特基金会是这次煽动暴力的幕后黑手之一 他在一场说话中说 那些支持肯尼亚共和国混乱的人是可耻的 因为他们支持暴力反对我们的民选政府 我就想问一下福特基金会的人 出钱赞助暴动,你们带来什么好处 他就向福特基金会哭,说你立刻停 否则你们就走,他也说我要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对肯尼亚的民主不感兴趣 如果他们支持肯尼亚暴动 如果他们也支持暴力政府状态,我们就会评击他 要么就立刻改,要么就立刻走 福特基金会是否认了这个指控的 没有资助过任何暴动 并且这些撥款是严格遵守无政党的政策 福特基金会其实就是 由福特汽车公司创办人亨利 还有他儿子爱德塞尔在1936年成立 工作重点是减少贫困和不公平 还有促进民主 促进民主 我们会搞到那些人觉得你不民主 然后赞助那些人会出来 那时肯尼亚大家知道他东非 原来福特基金会就是他们组织是支持开放的公民空间 公民社会和政府的公开对话 他带肯尼亚 你说什么公民社会那些人可能就受到你的鼓动出来的 但批评人士亦都说 这个福特基金会就是与美国情报部门存在着联系的 美国独立新闻网站叫灰色地带 Grey Shown他们就说 这个福特基金会 其实多次协助过CIA 即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 亦都曾经与美国政府合作资助 在拉丁美洲发动政变的组织 有前方 对了 那肯尼亚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原来就是6月25日肯尼亚 议会通过了新的财政法案 提出额外增加27亿美元的税收 减少国家负债的 这个就是这么多债 当然他埋手就向普通民众 抗议亦都在首都内罗北 在等等地区是举行的 很快就变成了暴动 警方亦都向民众开胖胖的 老托之后就是退让了 宣布将法案退回议会重新审理 老托亦都说 根据宪法赋予他的权力 他对法案全部内容保留 例如拒绝批评相关的有识知识 可能有些学者批评他 但是有些人不见了 不是831 不是831 831 是不是831不见人 721不见人 831 你经常不记得 打嘟人 打嘟人 没错 721 不是 很多人不见了 现在真的不见了 他亦都说根据宪法给他的权力 他对法案全部内容 持有保留意见 他拒绝批准是财政法案 并且将这个法案提交给国会重新审议 同时建议删除其中的所有条款 即是退了 现在59人不见了 但是肯尼亚的内乱未评价 肯尼亚再次有抗争的人要求 在鲁托内台 在首都内罗北的郊区 抗争者就BBQ车胎 就向警方订石 防暴警察当然是用催泪烟 其实当日 即昨天警方亦和示威者发生冲突 最少一人离世 对于肯尼亚国内的动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其实鲁托和美国关系很好 因为他亦受到美国 这个很厉害的 超级接待规格 是16年首次肯尼亚总统正式防备 亦希望他可以 压制中国在非洲的实力 这个亦是鲁托托执政两年以来最大危机 布林肯打电话给他 对于鲁托採取措施缓解 紧张局势表示欢迎 美国国务院也发了声明 布林肯向鲁托强调安全部队保持克制 避免暴力的重要性 并且鼓励迅速调查人权侵犯的指控 但是他自己侵犯人权的 当然现在 肯尼亚的收入超过30% 是用来还债的 令到肯尼亚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 债权人要他削减赤字 另一方面 肯尼亚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成本 持续上升 有没有可以暂缓少许呢 如果硬来的话 更加多人会出来的 对不起 IMF说没有 IMF之前被人 马叉过去 想推动政变 他真是这样 因为民众受不了的话 你硬来没用的 就算换了路托 换了第二个什么托 也是不行的 可能那些 贫困的人口 游会在上街游来搞事 面求什么家贵 总统办公室已经说 举行多领域会谈 解决抗争者的不满 但到目前为止 还未有迹象看到有缓和 其实抗争者主要 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抗争者 的亚头组织 都拒绝了邀请 就要求路托政府 立即对腐败问题 采取行动 由于路托政府撤回了财政方案 所以今年的赤字 会达到3.6% GDP3.6% 国际评级机构目的 已经上星期 将肯尼亚的信用评级 由B3 下调到 CAA1 表明了这个国家的财政 惡化的下调 其实这个肯尼亚 在5月份的时候很威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也是 拜登 之前是重返亚洲 今次他重返非洲的造势 肯尼亚的总统访美 5月底 这16年来 非洲领导人 首次对美国进行各市访问 亦是20年来 肯尼亚第一次 有总统正式访问 所以接待的规格超级高 访问期间 两个国家达成了 贸易、援助和安全一系列的协议 但是看到 美国对非洲的外交 其实很多美国会看到 叫功利主义 所以很多可能口想和包纳 当然肯尼亚也不会放弃 多元外交的机会 就说这位鲁托是 阿周的一只棋 当然美国 是不是有意打造一个 肯尼亚就是它的支点 因为他们觉得 非洲好像 现在和中国关系很好 和俄罗斯关系也很好 建立支点也是服务 美国对非洲的经略 美国大力拉拢鲁托 根本目标就是 有一个支点发挥 美国和肯尼亚合作对非洲大陆的 样板效应 强调对非洲国家全面的影响力 正常美国对肯尼亚的援助 多数集中于 叫做 促进民主自由 完善人权法律法规 和扶持公民社会 刚才 福特基金会就是扶持公民社会 这些叫做美式价值的项目 为了拉拢肯尼亚的政治社会生态 走向西方靠拢 究竟会不会呢 我觉得暂时也不一定 很多人都看着实力 看着实力 不是实力 美国对非洲的外交 依然大有功利主义色彩 这个也不要紧 但是 你没有只有港字 功利不紧 但是你全部只有港字 当然这些外国的组织 经常 你说是不是多或少 煽动的人出来 我觉得是有的 多或少也有的 当然他们说 我们支持他 不代表是 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有些就没有 但是搞暴动也不妙了 好 这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说一说 就是 Working holiday 原来 最近有一宗新闻 在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有很多人来打工 之前我也听过的 很多人 有人 就是 Couple 例如Working holiday 有些人就在 澳洲 认识了 当地人 跟来的人 分开 分到扬彪 这次 究竟是什么事 原来 这个还挺好 一般来说是Couple 他们结了婚 结了婚 还不出奇 在Working holiday 我看得很少 看年纪而已 看年纪而已 有些早婚 其实也不要紧 什么年纪 反正法律法规 那些规定OK 就来 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原来 台湾地区 有人投诉自己的先生 什么事 就是 有了弟弟之后 其实很多人都以照顾弟弟的优先 但是近日有人妻 抱怨 就是老公 去年就放下他和一岁多的弟弟 去了澳洲打钩 其实这个也挺狠心 一岁多了 真的不捨得 有些 他说他打工 就是为了家 或者小孩 会不会有些成份 想逃避 也不出奇 有些 一起是很开心的 但是有了小孩 改变了他的想法 觉得很烦 怎样 想 找些方法 避开一下 我估计 我估计 他自己就去了澳洲打工 结果 刚刚 他老公就宣布 不好意思 我有外遇 不当然了 很多人就劝他离婚 之前我也听到很多 反正 都是一起来 一起来 但是 真的不是很多人一起走 一起来你都看不住他 何况你分隔两地 你怎样可以留得住 而且他去的时候 小孩也是 很小的年纪 狠心 十之八九 小去感情如何留得住 真的留不住 这位人妻 他说 去年老公抛下他和一岁大的小孩 独自去澳洲 打工度假一开始老公 运气不错 很快在农场找到老公 时不时会是 视频 和小孩视频 渐渐 打回来的次数也很少 还经常会突然很慌张地 吸了电话 这个也挺过人 他就说老公上个星期 突然之间和他摊牌 就说他 在澳洲 和一齐工作 因为台湾女子 好上座 他就打算离婚 小孩你来 这个真是 小孩你来照顾 他就说 因为他们想移民 觉得这段婚姻是个累赘 令到他当场痛哭 亦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 如果他真是 心意已决 真是很难 你觉得怎样 说得这么明白 留不住 做法律程序离婚 也是这样 但是这个 我想说 不关你这个 打工假期 这个事 就算没有 就算没有这件事 他可能 在我去 另一个地方工作 可能不是来澳洲 可能去台中 去高雄 那些 总之是 不要和你一起 他有一个逃避的心 我觉得 他说是妇女 家庭是妇女 可能 像你所说 去台中 可能也是 不一定是澳洲 一个 地点的差别 很多人就劝他 不如早点分 不过该拿回的经济 那些钱拿回的 我都说 那些钱拿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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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走 那些人 也说 留好证据 要赡养 要赡养 也说 人在 人在外国 有些跟你说 其实他 去澳洲那刻 想着 把你和弟弟放下 其实这个男人 究竟是否再是 值得你爱 这个男人 可以放生 真心 其实这些东西 是欺骗不了人的 那也是 后来他也说 跟父母商量过 确定要离婚 小弟哥的抚养权 会给他 所有对话 都要保留下来 亦都说 该拿线养费一毛钱 也不会少 是的 起码 经济很差 我想问 如果人在他乡 他会不会 走数 你都趋不上 这个机会也挺高的 你想想 他也不见得 女子说的 是的 妇女 你不见得他负责任的人 因为说真的 这么小 还有 去到现在澳洲打工 存钱很难 究竟你 妻儿 留在台湾 你到底赚多少钱 我觉得 小弟哥是比一切重要的 当然有些人就这么想 我真的做不出事 自问真的做不出 这么狠心的事 好 这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说说全世界最稀有的瓊鱼 原来 200年只见过6次 体型 就好像巨大海豚 所以你看到 是不是瓊鱼 好像海豚 其实它是瓊鱼 科学家就愚获自保 可惜这条瓊鱼 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来自新西兰南岛 Ottago 南部 原来有民众发现了一句 大型瓊鱼尸体冲上岸 体积相当巨大 科学家鉴定之后 确实 就是极其罕见的 产尺中原瓊 科学家也很厉害 如果冲得上岸 都十之八九 原来 这种瓊鱼 从来没有人见过活体 从1800年 到现在 只是六次纪录 都不是活体 但是 原来 今个月四日有民众就在 新西兰南岛 入海口 见到五公尺长的 瓊鱼尸体 民众就说 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千世有漂亮的瓊鱼 它好像一头巨大的海豚 相当震撼 立即成立了单位 这种瓊鱼 很罕见 从1800年到现在 全球只有六个样本纪录 从来没有见过活的 今次也不是活 科学家 也会通过解剖 看看它 究竟发生什么事 从 科学和保育角度来看 这是巨大发现 因为 为什么那么罕见 它就在深层的海域才找到 人类就很难观察到 它一般来说 死后才要冲上岸 原来最早是在新西兰的皮特岛 在1872年发现 当时发现下额骨 在2010年的时候 两只这种瓊鱼 就是母瓊和幼瓊 在新西兰的北部 丰盛湾割浅 之后就没有了 起初 它们以为叫格式中原瓊 但是直到一然 DNA和其他相关的 科学组织鉴定之后 这是 产齿 圆瓊 这个也是世界上首次 络到活体的 但是 当时活体时 就已经没有了 之后割浅了就没有了 当然 这种瓊鱼就是目前人类 所知最少 现存大型暴雨类动物 瓊鱼的暴雨类动物 大家知道这个常识 是最少最少见的 这个产齿中原瓊 其实你说大 就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但是它很罕见 以及在深海 所以非常非常 非常难是见到的 是全球最罕有的 记住是全球最罕有的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 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